如果从遥远的太空回望地球会看到什么呢? 三个世纪八千年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提出了一个奇妙的构想 他想让旅行者一号探测器发挥余热 从远处拍下来一张地球的照片 尽管旅行者号项目组的不少成员都认为这样的照片并没有什么科学价值 但萨根据理力争认为这有着十分重要的人文意义 于是在1990年的2月14日晴元节当天 美国宇航局操纵刚完成太空任务的旅行者一号 在太阳系的外围拍摄了一系列太阳系的全家福 当中一张照片刚好就把地球设于境内了 在这张从64亿千米外拍摄的照片当中 我们的地球看起来只是一个0.12像素的暗淡蓝点 而在本世纪美国的艺术家本介明格兰特 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地球的全新视角 他收集整理了各种卫星的照片 这些卫星将拍摄的角度降低到距离地球表面数百公里的上空 记录了一幕幕令人震撼的景象 他说当我们从遥远的角度俯视下来 把我们的家园当成一个整体来欣赏 我们可以体会到它美丽而又脆弱的一面 就像不久之前 在国际空间站上执行驻流任务的意大利宇航员 为表达他遨游宇宙回望地球的感受 在社交平台上引用了王羲之蓝听序中非常经典的一句话 阳观宇宙之大 复杀品类之圣 所以游牧此怀足以及视听之鱼 幸可乐也 这种深刻而遥远的感情冲击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似乎一辈子也无法亲身体会啊 但我手上的这盆俯瞰地球 就收录了本届民格兰特最满意的200多张作品 记录了太空视角下的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 通过这本书呢 我们也可以和宇航员一起嘛 共享这份独一无二的感动了 推荐给你